大家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1 2月18號 然後中午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異界迷宮現在已經更新了 那抱歉那麼晚了 因為這個基本上這個目前的狀況就是睡睡醒醒 然後工作完然後累了就睡覺 然後醒來的時候再繼續工作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是深淵模式 深淵模式呢我們看一下先風浮這次更新了 是耀光耀光跟亡靈 那不錯喔那也可以配一個 呃光光或是羅腕還有虛空耶 有虛空萊克的話 你想玩安芝也可以 那個羅腕配安芝也很好用 那基本上組這個光光隊也是可以喔 那有了亡靈的話其實也是很好搭配喔 亡靈的話 一隻帶魔就可以搞定了 那惡魔的話有惡魔的話上一隻愛芝也可以處理掉 像是這個國王的那個 各種狀況喔可是我覺得 有安芝就夠用了齁 好沒關係齁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 這個 我方造成傷害如果傷害沒有觸發暴擊 傷害下降50% 那就是 光光了嗎 安芝轟下去好像也都有暴擊吧 這有點不是很確定喔 50%喔 那我覺得應該不影響光光隊吧 好然後第二個 破甲之咒 如果一名敵方 怎麼都跟暴擊有關 一名敵方在3秒內沒有被我方 英雄暴擊 怎麼有一點那個那個 被虐的傾向 就是如果說沒有被打之後 他會很生氣 然後那個傷害會提升喔 好然後第3個 呃 這是專門客製這個 這個安芝隊的吧 對不對 我方自立型英雄暴擊下降25點 我方敏捷型英雄下降5點 5點跟25點應該還好 但是 自立型下降比較多 應該就是專門要克制這個 安芝烏爾弓 我覺得 我覺得好 好 怎麼講勒 這樣子 這樣子有一些就是 呃 為了 為了這個 弱化安芝烏爾弓 而限制出來的一些條件喔 因為安芝這個角色 目前來說 實在是太 太萬用 好不好 我們不要說他太OP 也只是太太萬用啦 好那我們就直接讓推推看吧 目前看起來的話 之前覺得是說暴擊的這個遺物 好像沒有什麼必要 那現在如果說有這個暴擊的遺物的話 看來是要選擇一下喔 好那我們就來這個 實際上推推看好了 第一層的話 退魔之石 喔這個不錯 這個配那個光弓不錯 因為光弓他的每一招 每一個 攻擊 都是都是普通攻擊 他只是 他的那個技能只是被動技能把普通攻擊 上火箭或是上雷劍這個樣子 所以說這個還蠻適合使用 讓光弓使用的 好然後對能量地獄300的造成傷害量提升100% 這個在上一次的這個 異界迷宮是完全沒有用的 因為那個上一次異界迷宮 開場敵人就有600能量 那這一次的話這個就可以選了 好那我的 我決定就是 玩這個光弓隊好了 因為可能 不見得是所有人都會有這個 這個安茲隊嘛 那角色的話我覺得上一個羅萬補血吧 然後 有希拉斯的話也可以上喔 回血的角色的話 對 其實我 我可能會借一隻希拉斯吧 安茲要上嗎 可是小號的安茲不是很強 想想看喔 耀光的話 啊女僕啦 對啦 那就基本上上光弓隊戰就好了 然後為了借一隻古弓喔 我借古弓是為了什麼 我也忘記了 好像是要測試什麼東西吧 好來看有什麼可以借喔 呃女騎 這幾隻好像都普普 不然借一個惡魔好了 坦坦的莫佐斯 光弓其實本身的那個暴擊率就蠻高的 是蠻高的 但是並沒有做百分之百啦 那這個雅瑟加10跟加20的專武都可以讓後排的這個角色 增加那個暴擊率 暴擊 應該是暴擊率吧 他好像是怎麼 他怎麼寫 是暴擊的頻率嗎 30%的暴擊提升 30% 15% 所以也不大清楚是這個趴是什麼 你現在本身的那個暴擊的 的那個點數然後再 再加上1.15 或是 再乘上1.15 或是1.3嗎 我不知道是這個樣子 好這個推魔之石我覺得 還蠻好用的 可是後來又覺得說好像他好像是專門 專門用來對付這個獅子 那另外可以看到說我現在在 在 在打那個 怎麼講那個代幣啊 基本上都是 怎麼講已經滿了 因為那個 先鋒服應該是再過兩天吧 就可以兌換那個 就可以兌換那個 那個 OVERROAD 對不起 不是OVERROAD 是那個 佩魯收納5的 兩隻角色 抱歉 所以說那個 現在這個基本上就是 已經要開始存了 那如何知道說什麼時候要開始存呢 你就是直接這邊點兌換 然後看看說這個兌換時間還有幾天 如果說只剩下7天的話 那就代表是說 你目前多獲得的這些代幣 都可以 都可以留到這個兌換當天 因為他這個信件就是存7天 好 然後我們再進去 第一關看來沒有什麼問題 雖然說第一層是說這個沒有暴擊會下降50% 但是光攻 光攻的每一招再加上亞瑟的話 基本上暴擊率是蠻高的 那如果說真的連亞瑟都沒有的話 我覺得可以 可以去借一隻喔 戰鬥開始時有一個護盾 還不錯喔 然後 暴擊的時候敵方會暈眩2秒 一個是全體護盾 10秒鐘 保護10秒鐘 原初防壁這個我覺得 我覺得不錯用了 開場 開場10秒鐘 不錯 我說 我說這一次想要拿到一些那個什麼匕首啊 加暴擊的啊 怎麼這一次 這兩層都沒有了 極速提高50點 好這個不錯這個不錯 那個吸血我覺得 不是不是很需要 可是這樣沒有人幫我的蘿腕補血 怎麼辦呢 如果說有希拉絲就好了 啊也沒有希拉絲喔 耀光 亡靈 誰會補血啊 好像 好像只有想到希拉絲呢 光 光還有誰會補血 好像 好像沒有 好兇啊 所以如果說有補血的遺物的話我可能要拿一個喔 但是目前看起來好像好像沒有補血的遺物 呃旅行商人 都是賣普爾幣喔 也可以買啊 普爾幣其實我主號也會買 但是主號基本上我的那個 那個鑽石我都是留著抽那個占星抽喔 好古王了 古王的話 有點麻煩 古王是不是要上癌痣啊 喔還好還好 前面那個亞瑟站站的夠前面 預敵之志 敵人會不會過來啊 預敵之志 幾方英雄 好不然這個好了 如果說的萬血少的話 他受到傷害下降50%應該可以撐一下吧 喔有一點危險喔 因為現在第二層開始敵人如果沒有被爆擊的話他的那個傷害會增加30% 3秒內喔3秒內 好目前到第二層用光光隊還是沒什麼問題喔 第二隊的話 借一隻挨一隻好了 那沒有人死的話那就泡溫泉吧 喔是古王喔 剛剛借的IG是不是要上場了 專課古王反傷 OK 也是沒有暴擊喔 不過有世界有世界樹枝葉 這個也不錯 好能不能拿這個好了 回回血 好第三層 還是沒有暴擊喔 第一個是 戰鬥開始敵人暈眩5秒 這個好這個好 怎麼跟剛剛那個傷人是一樣的 好吧那就買兩個破幣吧 好這個第一關要用什麼呢 光光隊 已經很強了 光光隊很強了 想想看喔 第一隊用什麼呢 我想要第二隊留給那個 戴蒙羅萬隊 因為第一隊光光很強嘛 所以說 講是這樣講啦 看一下喔 還是上女騎士啊 一般的宮崎隊 撞狼人 狼人撞不過去 好沒關係 還OK還OK 好然後第二隊的話 我有安芝隊 第二隊就是安芝隊啦對不對 也不一定是戴蒙隊喔 那就是 戴蒙 配安芝隊 這樣應該 應該很 很夠用吧 沒有耶 安芝的大招 剛剛有沒有看到喔2977多少K喔 我的這個安芝的大招沒有 沒有暴擊耶 不過我的安芝才 還沒有專30啦 等一下 這怎樣 被干涉換位喔 這個是一關的 那還是上一下羅萬好了 煮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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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對不對 安芝是 欸 我沒有設定安芝隊喔 不然設一個快捷劍好了 凱凱大的 然後這個 一定要上一個 專30的亞爾貝德 然後再一個超級帶猛 好 這樣是一個很萬用的隊伍 喔 轟下去 欸欸 亞車突然被秒了 我覺得可能是 可能是他在3秒鐘 呃 就是說沒有受到暴擊 那個突然來的那個真真傷30%吧 欸 真的是直接被秒欸 欸 看一下 那不然換個位置好了 因為現在才第三層的剛開始 我覺得還是 還是多撐一下好了 帶猛在開大 帶猛開大的時候也是可以增加一些保護力 喔 這一隊應該目前來說 這個 是推這一層來講 蠻 怎麼講 蠻全面性的組合 有坦有補 呃 不然我先加到這個 啊 傭兵喔 對對對 我有借一個傭兵 那就改成我自己的就好啦 好 記一下 喔 這個 借一隻這個傭兵安芝武的功很好用喔 啊 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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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瑟不應該拿在這一關用 隨便上一個這個埃琪歐吧 湊三隻西宮萊克 齁 埃琪歐就是 就是拿來湊的 然後裝備我記得我是給他爛裝喔 好 第二關就是光光隊 喔 光光隊的話 欸 光光隊的話 看一下喔 女騎士 然後 哇 奈拉會拉喔 好吧 國王給你拉 專門 專門讓你拉的玩具 班提斯的國王 呃 古王 可是 欸 糟糕 這個 這個阿塔莉亞 其實 其實蠻頭痛的喔 要選擇誰勒 克制阿塔莉亞 莫佐斯嗎 可是 可是這樣子我要犧牲一隻莫佐斯喔 喔 而且還扛不住耶 還是應該這個樣子 然後 讓女僕拉 女騎士照樣做他該做的事情 趕快把奈拉解決掉 喔 這樣比較好 還是打樹弓啦 好 第二關過了 欸 犧牲了一隻角色 但是沒關係 然後這兩個要選誰啊 協同戰略 憲政之志 欸 我 我的光光跟那個安之巫爾宮都不會跑到對方半場去 所以說這個沒有用 那就協同戰略吧 齁 在後排可以受到傷害下降70% 78 78 78很多耶 齁 齁 齁 哇 這對應該是最好用的齁 雖然說這個光光爆擊率很高 可是還是沒有安之好用喔 安之 安之依舊是最無敵的 無敵安之 這時候又要想到那個萬用人的梗圖喔 那個老先生 不要再跟我說什麼 什麼能量隊什麼的 一隻安之就搞定 好 那我們第一關這個就用安之隊吧 齁 這一關應該是蠻討厭的 有蝴蝶還有鳳凰的 所以我們先用安之來搞定 好 快了搞定第一關之後 第二關 欸 第二關還蠻適合 欸 看一下喔 好 繼續叫我們的這個自殺隊古王上去 啊 我借的古弓太強了 女僕去找古弓了 那個借的傭兵古弓太強了 其實 其實如果說剛剛那個女僕去找光光的話 戰鬥會更快解決 現在才跟我來希拉絲 可是現在我已經打到最後 已經不需要希拉絲了 如果在前面的話 你沒有這個完整的角色的話 先借安之啦 然後 如果說有安之的話 可以借一隻希拉絲續續航 因為我現在我有拿到那個 我有拿到那個什麼 這個戰鬥結束回復60%的那個生命 所以我現在生命還算健康 所以這一次可以選的是暴擊的 跟這個回復 回復生命的都可以 呃 算了 換女騎士 換女騎士 啊 我是女騎士死掉是不是 那我就奈拉 奈拉 欸 奈拉可以嗎 啊 隨便用隨便用 哇 奈拉 奈拉完全不行耶 他被女騎士整個壓著打耶 被撞一下著 然後被推到後面去 就掛掉了 啊 不行不行不行 這邊要換一個角色 呃 我剛剛第一場上了安之嘛 但是我自己的安之也是可以上喔 可是我自己的安之好像也沒什麼用 好吧 上一隻愛之吧 這個也是借的傭兵喔 哇 掛掉了 其實因為我想說最後一關應該還好吧 還好是 呃 可是我也沒什麼角色喔 所以說 這是最後一次機會了 武功 嘿 這樣子 呃 我的奧登有穿裝備嗎 哇 不會這樣打不贏一隻阿塔利亞吧 哇 不會就是神 神就是神 阿塔利亞 好 復活 其實復活也不重要 因為我有那個 欸 怎麼講 我有那個安之隊嘛 可是 可是這一關有佐拉斯喔 佐拉斯我是覺得比較危險 不過我們先打一場試試看 看行不行喔 因為對面有古王 古王其實會妨礙 古王其實會妨礙佐拉斯死最後一個 OK 這樣過關了 有古王在 其實我會比較安心一點 因為佐拉斯一定要最後一個死 他才會回溯嘛 好 所以你看喔 這個 滿滿的東西喔 就等著那個 後天 開放可以領 但是粉塵可以先領啦 好 所以說這個是這一次的這個 這個意見 怎麼講 那個意見迷宮的那個生命模式 我覺得 我覺得也不會也不會太難啦 接下來這個要升什麼呢 我可能 暫時喔 小號的暫時其實也沒幾隻角色 而且小號現在已經開始偷懶了 因為小號現在 基本上已經進到這個極慾夢境 就不需要打牛群夢境了 不過偶爾還是會打啦 那小號的話 繼續提升這個遊俠的強度好了 好 然後這個 還有什麼可以看的呢 目前呢這個先鋒服呢 這個耀眼聖技呢 活動就只剩下最後一天了 所以稍微注意一下 那至於說兌換的話 兌換的話應該時間比較 沒有沒有比較長 跟兌換這個時間是一起結束的 那所以說我今天 我今天解完這個每日任務 來看一下 每日任務OK 大概是 大概是一些例行的工作 所以今天解完每日任務的話 如果是無課的話 應該 就沒有辦法再兌換了 就是到明天早上8點為止 那看一下那個什麼 如果說是這個 貿易館的話應該也是一樣 貿易館應該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先領一下 因為那個藥間是 每一個寶箱是 四個藥間 藥間 所以說一天是20個藥間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張已經領完了 OK然後來看一下 小號基本上就是 去換那個神器 藥間已經沒有辦法獲得了 抱歉抱歉 藥間已經沒有辦法獲得了 所以說這個現在是屬於 課金買藥間的時間 好 那這個 剩下245要換什麼 245的話 我可以換6個波爾幣 基本上裝備跟T1T2我是覺得完全不需要換 25的話換一隻角色嗎 角色或許也可以啦 因為你是先鋒火的小號 可是應該是換這個最最實在吧 195剩50個 195剩50個 然後再換 金的 大概就這個樣子吧 好 應該是這個樣子 OK好 那小號換完了 就是 換了神器 然後這個 紅 紅磚武香跟這個金磚武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沒有換半神就是因為說中間那個之前有一部影片嘛 參考那個超強無課大大 分享說這個其實小號神器碎片 獲得速度比較慢喔 所以說這個 他一次最多只能換5個 所以就換了這個神王之眼 200個碎片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也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